荷鲁斯借助太阳神的立法 原地变身 瞬间化为拥有黄金翅膀的天空之神 他抓起一个人类 飞向天空 穿过宇宙星河 来到一艘漂浮在宇宙的飞船上 他嘱咐贝克躲在他的影子下 否则就会被炙热的太阳烤身 因为荷鲁斯的爷爷太阳神就住在这里 他每锤自己一下 身体就会变大数十倍 他日复一日地重复成一个工作 先控制太阳的运行轨迹 紧接着来到船尾 对付妄想入侵地球的混沌之神 很快在太阳神的猛烈进攻下 混沌之兽就这样被打跑 美业与恶魔阿波匪斯战斗 这就是太阳神的功夫 像极了每天拧罗斯的我 荷鲁斯告诉太阳神 叔叔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想要爷爷为自己付出 谁知太阳神却说 荷鲁斯见爷爷不肯出手 只好采取毕竟 在太阳神的默许下 装了一瓶这里的神水 拿回去浇灭沙漠之火 以此用来削弱塞特的神力 拿到神水的荷鲁斯 再次返回地球 而塞特这边 正在亲力敢反抗他的众神 连自己的妻子守护之神都不放 直接砍下了他的翅膀 也派出了杀手追杀荷鲁斯 很快牛头人就找到暂座休息的两 不清楚情况的牛头人 将贝克领到悬崖边上 逼问他何鲁斯在哪 看到何鲁斯之后 牛头人一拥而上 但都不是何鲁斯的对手 分分钟就解决掉所有小罗罗 愤怒的牛头人首领剑撞一把 将贝克丢进悬崖 淡定迎接战斗 没想到牛头人如此不堪一击 何鲁斯三下五除二就将他KO了 解决掉牛头人首领后 何鲁斯迫不及待地去查看贝克的情报 好在突出的石头救了他一命 然而意外却在这时出现了 没死脱的牛头人首领拿起一块大石头 梦中的杂像何鲁斯 他随即就掉落悬崖 贝克见状赶紧跳了下去 生死未卜 牛头人首领带着所有牺牲的手下回去交差 赛特得知独眼的何鲁斯帮手只是一个分 却让他们损失惨重 愤怒的赛特直接解决掉牛头人 杀鸡紧猴 自以为是的黑白双煞申请出战 赛特同意了并给予厚望 很快他们便找上了何鲁斯堂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